彭帅在哪里是网球圈许多球星和球迷都想知道的事情 18号大陆媒体环球电视网贴出一封显示为彭帅写给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主席的信件 给了一个答案 信中写道关于最近协会官网发布的新闻稿 提到性侵的指控不是事实 网媒失踪也很安全 只是在家休息一切都好 因为信件来源无法求证 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主席对此表示 更加担心彭帅安危 网络上也针对这封信提出疑问 因为信中竟然出现要正在打字才会出现的游标 网友质疑这封信根本不是彭帅自己写的 从11月2号彭帅微博发出长文写到和大陆前副总理张高丽发出不伦恋后 彭帅本人和他所有相关讯息一系之间都在大陆媒体消失 这不寻常的情况除了让国际网谈名人 包括金恩夫人艾福特大阪直美都纷纷跳出来公开关切彭帅安危 世界女子网球协会也放话 这件事如果没有适当处置 国际比赛不排除退出大陆市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